彩虹 战士 策略时空 杨历真的是令我耳目一新 勇敢地去要威亚 跳高 打 翻 滚动 跳 动作完成的也不错 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 三个杨历完成的很好 一个比较懦弱的 有一个叫机智 想要数据 先把动作放了 一个是意识强掌 还有一场杨历掉在那个垃圾场 电影里面让她很紧张 拍摄杨历的时候 看见她很努力 还挺过瘾 那霍建华呢 可以看得出来她很注意 有时候比较威亚都有拍的 是很好拍的 演员 人板太不容易 或者华鞋是坏的让人忽略她的帅 碰个百分之下都不错 只要她可以自己做得到 都轻身上阵 希望整个动作有点硬 还有整个片子出来的 都要观众觉得没 应该是受的不少伤吧 但是在电影里面 你先讲说好 受伤会值得 电影把科幻和动作 两个元素结合得不错 所以故事跟科幻设定的 有意思 动作是一个紧凑 来吧 华语的科幻片 一点小小的进入 都是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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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